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抽出你的问题 我们来看一看 厦门这位朋友是什么问题呢 他这个是爬楼走路 我们来具体看一下他这个问题 这个叫郭家大哨 听说一口气爬五六层楼 说明肺功能健全 刘老师这个说法靠谱吗 五六层楼能一口气爬上去 我觉得他心肺功能的确挺好的 肌肉力量也不错 应该说可以 但一定也是在你呼吸平稳 心率也没有明显正快的情况下 你能够一下爬到五六层楼 我认为这个是可以的 但是你说我都拄着拐 颤颤巍巍的 我也是只是中间没停顿 走到了五六楼 那这个也要是去具体分析一下 但是如果一口气走上去 我客人觉得还可以 好 网友